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時候我們一般的媒體 或者是一般的警察 他不能夠去制裁很多事情 可是現在逐漸的年輕人們發現 網路它是被制裁 或者是去探討 或者是去擁護 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那 今天這部片其實就是在講述 這樣子的一個題材 雪芙 哈囉大家好我是雪芙 最近是還蠻愛笑的 在平躺的時候 可是這個季節的個性是 不構變笑 然後它是比較 陰鬱的個性 所以其實 在一開始就要這個 電影的時候其實我很緊張 那柏妤呢 柏妤自己在這個比較陰沉的角色 有沒有什麼樣的困難 你應該也是當時很愛笑的人 是啊 可是我覺得 當然不是 但是要看戲型 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覺得這個小車它是比較 比較孩子氣一點 然後很想要什麼心就想要生人 所以 往往在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當然 另外一面就會跑出來 可是有時候等到失去的時候 才會覺得 讓我們也要珍惜一些 自己之前看不到的問題 這樣 然後看起來就是 很正直 對一位電腦工程師 然後好先生 現在看到的是怎樣 那我只能說看到電影 就會看到不一樣的角色 對 對於這些網路上的這些 攻擊 然後留言 你曾經會有很生氣的事情過 我覺得一定都會 但是你自己 其實我覺得現在 現在很奇怪 就是你自己 再跳出來 其實那只是一個網路的世界 它是虛擬的 但是你 真實的 你還是活在你自己的人生當中 可是就是 會被影響到 這是一定會的 那麼剛才各位已經看過了15分鐘的片花 現在 我們要跟導演 一起 來揭幕 那這個揭幕什麼呢 我們後面大概會有四個 就是戲裡面的形象的主視角的海豹 超大型的海豹 各位歡迎 到此3秒 打開BBS 湘芸的正義 3 2 1 GO 哇賽 滿意嗎 有很滿意 拍得 好瘦 不是 不是 你再問這件事情 果然是女生的你 真的 可是第一人會想說 哇好瘦 我就把我拍得很瘦 然後那邊也會覺得說 是不一樣的自己 接下來 哇賽 這個跟我們認識的柏林都不太一樣 這張真的有夠陰沉的啦 也還好啊 我的沒有很瘦 你會這樣 不是啊 沒有在乎這個 我這邊有一個馬路消息 聽說柏林 當初要接這個電影的時候 他就說這個是我要演 我降價都要演 自動降價 因為我覺得 BBS鄉林的聲音 他是一部非常 又必要存在的一個點 然後我覺得 生活也是 因為我說在網路面前 人能平等 是比法律更那個 對 然後我是覺得 就我也是鄉林 然後我也是常常會看很多東西 所以我是覺得 不管怎麼樣可以參與到這部作品 我覺得很榮幸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這一位 請問一下 這是小林眼鏡的廣告嗎 哈哈哈哈 這個 口白要吃 等一下 這位是第一次看到的 其實很斯文啊 所以你平常形象 還要再斯文 我覺得剛剛這個時候會選得很好 就是我沒有辦法理解你們所謂的正 這句話我覺得可以 突顯出這個角色在裡面所代表的一些 意義吧 因為很多人覺得他的就是 你所謂的正 但我覺得你說的根本不是正 自己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套的說法 嗯嗯 那麼 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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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